第五百六十五集 许家老者冷笑一声 这种手段还想对付我 做梦 他竟然不再躲闪 而是硬生生地扛下 他笃定 叶辰双手施展着全力 这一脚必然没有太多力量 然后他另一只手 闪过一道寒光 这一击太猝不及防了 寒光穿透了叶辰的肩膀 叶辰瞬间后退 和两人彻底分开 但就是因为这一退 给了开架老者机会 长枪震荡之间 横向拍在了叶辰的胸口 叶辰本就斩杀了一人 付出了代价 现在面对两位虚亡静的联合围剿 他顿时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 实在力不从心 叶辰最终在空中翻转了几下 勉强稳住了身形 他没有借助轮回墓地的力量 他想试试自己真正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一味依仗只会让他越发依赖 这不是一件好事 两位老者看到叶辰终于受伤了 眸子露出了一丝惊喜 果然这小子的力量不过如此 刚才必然动用了秘法 小畜生 你刚才不是很强势吗 为何现在却是这么狼狈 虽然我们两人同时动手伤你 有些不光彩 但是历史本就为胜利者输血 到时候谁又记得你这个失败者呢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你的身躯对小姐还有利用价值 徐家长老哈哈大笑道 显得颇为癫狂 而那铠甲老者也是将气势攀升到极致 准备再次拿下叶辰 叶辰 帮不了自己 难道要请出莫宁儿 代价太大了 那位血漆业还不知道如何才肯出来 现在若是不断消耗莫宁儿的神念之力 后面还不知道会如何 就在夜沉思索之时 一道哈欠之声突然响起 他的肩膀上竟然多了一只猫咪 小黄 此刻的小黄伸了个懒腰 有些似行非行的感觉 他就这样扫了一眼面前的两位老者 然后面无表情的打算继续睡下 夜沉怎么会允许啊 一把扣住小黄的后梗 提了起来 小黄 你都睡了多久了 是不是该出现手了 小黄对夜沉的举动有些恼怒 想要挣扎 却是发现那命运的后梗 几乎让他无计可施 随后他只能转过身 轻轻的对夜沉道 我又没说不帮忙 快松手 我好歹也是上股凶兽 你这么对待我 让我的面子往哪搁 话语刚落下 夜沉便是松开了手 嘴角露出一道笑容 他就知道小黄不会见死不救的 下一秒 小黄周身气浪震荡 一个翻转便是四脚稳稳的落在了夜沉的身边 他抬起头 眼睛死死的盯着徐家长老 夜沉信心大增 面对一人他有足够的资格决定结果 徐家长老和铠甲老者自然注意到了小黄 两人的表情极其的古怪 他们不是没见过凶手作战 但是还真没见过有人在落下风的时候 竟然寄出一只猫咪 关键着猫咪也太普通了吧 看看他那温顺软弱的样子 那徐家长老实在忍不住 大笑道 小子 你别告诉我 这猫是你的同伴呢 哈哈哈哈 我看还不如让这只猫扛那棺材 当然 你若是让那小猫来杀我 也行啊 就在徐家长老笑声之际 夜沉膝盖弯曲 轴身气势爆发 瞬间冲了出去 这一次 他对付的是那位惩罚局的铠甲老者 不灭之火缠绕在剑身之上 剑火燎原 整个世界的温度仿佛因此而升高了 惩罚局的铠甲老者表情变了 这火焰为什么让人感觉如此难受 还有 这小子明明修炼的雷电属性功法 怎么又能驾驭火焰 他不敢多想下去 立马挤出长枪 长枪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度 这弧度仿佛是撕裂黑夜的光 徐老 不能再拖了 这小子太古怪了 长枪和火焰充斥的斩龙剑碰撞 几乎不相上下 但是当剑身之中龙银响起 火焰变化为一道火龙 开家老者立马不淡定了 快 还愣着做什么 动手啊 徐家老者彻底反应过来 周身气势攀升到巅峰 他不再用剑 而是五指为爪 向着夜沉的天灵盖拍去 他本以为夜沉会像刚才一样 腾出一只手对付自己 却没想到根本没有 反而施展全力向着铠甲老者赐去 这小子不要命了不成 竟然将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 哈哈哈哈 徐家老者笑了 若是用惩罚局内卫的死换这小子 那他便是最大的赢家 可谓是欲棒相争 愚人得利啊 他的眼眸充斥着疯狂 就在他那真气环绕的五指 要触碰到夜沉的时候 他的耳边冷不丁响起了一道声音 喂 你的对手是我才对 嗯 什么声音 徐家老者彻底蒙了 他余光扫了一眼 扛着墓碑的夜灵天 依然在那 那这道声音又是从何处响起呢 难道自己岁数大了 换听 喂 我在你上面 那弹幕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一次 徐家老者确定了方向 抬起头 刚想说话 却是发现是 一只猫咪 而这只猫咪正悬浮在半空中 这 这这怎么可能 难道说话的是这畜生 徐家长老表情有些蒙了 彻底蒙了 任何一个昆仑须的强者 见到这一幕都无法淡定 但是 这诡异的画面还没有结束 眼前悬浮的猫咪突然伸出爪子 红色雷电环绕的爪子 这爪子看起来太渺小 渺小到 当爪子和他的手碰在一起的时候 徐家长老还是有些感觉古怪 这古怪却是转化成了血腥 他居然感觉到 一股如山的压力吞噬而来 然后 他伸出的那只手 竟然被眼前的小猫咪当场撕裂 甚至连白骨都能看见 徐王静一层 有些垃圾了 小黄轻飘飘的吐出这一句话 然后 那如钢刀一般的爪子竟然放大 就好比疾病剑直接刺出 防不胜防 徐家长老背后彻底发冷 冷汗湿透了全身 他几乎百分百确定 面前的猫咪是上骨凶手 不然不可能爆发出这种恐怖战力 他下意识的想要拿起腰间的玉佩 通风报信 可是小黄旗会同意 放大的巨爪狠狠的 拍在了那徐家长老的身上 瞬间身躯凭空爆裂 化为血雾 连完整的尸体都没有 这战力太恐怖了 随后小黄便是又感觉困意袭来 轻轻一跳 再次来到夜晨的肩膀上 身子圈着 彻底睡着了 固然夜晨和铠甲老者不相上下 但是那铠甲老者一直注意着徐家长老的情况 当看到徐家长老被一只猫咪轻易杀死 他彻底慌了 破绽败出 夜晨趁机抓住了其中一道破绽 斩龙问天剑直接穿透对方的身躯 脆酷辣小的气浪冲撞出去 竟然硬生生的将那个老者定在了一棵巨树之上 一口鲜血喷出 那惩罚局的老者眼眸彻底化为惊恐 这是他从未在林海诚感觉到的恐惧 圣王静 炼蹄 血龙 火焰 雷电 上古凶兽 如此多的东西聚集在一个根骨不到三十的青年身上 根本无法想象 若要想象 他只能想到一人 夜市天 你是夜市天 你一定是 这一次他无比肯定 夜晨看了一眼肩膀上的小黄 淡淡道 现在才知道是不是太晚了 得到了夜晨的答复 老者呼吸都仿佛被一股力量扼住 林海诚的人们对这个名字熟悉却又陌生 大部分人以为夜市天的威名是虚传 毕竟很少有人见到过这夜市天的真容 往往是根据几朵梅花之类的东西推断 甚至有人认为夜市天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杀手组织 单凭一个人之力是做不到那些灭门之事的 不过现在看来这比事实还可怕呀 他看着胸口的剑感觉到死亡之意包裹着他 他有些害怕了 他不再顾及身上的这身铠甲求饶道 夜先生 我是惩罚局的人 惩罚局在昆仑须的地位特殊 你不能杀我 不然后果很严重 我发誓不会透露今天的事情 从此以后我就是夜先生的一条狗 一条无比听话的狗 夜臣没有任何反应 那老者无奈的只能学几句狗叫 却是无法缓解夜臣心中的愤怒 终于夜臣开口了 惩罚局是吗 我倒是想看看他敢不敢惩罚我夜市天 夜臣握住斩龙问天剑 由上至下 直接劈盖 那老者在惊恐之中彻底化为两半 彻底死绝 夜臣没有任何的怜悯 昆仑须的规则就是如此残酷 不是你死便是他人 他活下来是该踩着别人尸体爬上去 夜臣擦干了斩龙问天剑 丢入轮回墓地之中 随后向着夜灵天走去 灵天 走吧 夜灵天没有一丝反应 他恍如实话 这画面在他心中的震撼程度 久久挥散不去